Alfred 許廷鏗這日作客勁歌金榜 為自己的新歌做宣傳 說起這首歌 原來是由Alfred 認識了很多年的老友 為他炮製曲詞 真是不說得 我的老同鄉鄧小巧 他幫我寫的一首歌 這首歌其實我自己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真的經歷了14年的友情考驗 才寫得出的一個 才寫得出的一個 melody 和歌詞 因為都是鄧小巧包辦的 而且我自己挺喜歡MV裡面的一些照片 其實就把香港拍得好像電影比較強 我自己挺喜歡這個創作 這次新歌MV裡面 加插了不少打拳元素 Alfred 也有分享和打拳的淵源 其實這個打拳的想法就是導演 他叫Collar 他聽完這首歌之後 覺得那種熱血很適合他用打拳來表達 而這麼巧巧就是另一位巨星的戰友 就是巨星2的陳國鋒 他最近都 參加了拳賽之後 其實他的牙膠是我幫他做的 所以就變成了 好像最近和這個打拳的主題 好像有些挺有淵源的 所以當Collar說我用打拳的形式 我就覺得好啊 可能是一些上天給我的信號 其實我挺開心是看到一些演員 他們真的有去上課 然後當他們拍完MV的時候 真的變成好朋友 就真的好像我當年認識小巧的時候 這樣不帶不相識 Alfred 透露年底工作計劃多多 早前他還快閃了轉去日本 為未來的新專輯尋找靈感 一張歌曲 也可能會有多一些日本音樂的元素 所以一個藉口 就讓自己去多一些日本 但同一時間 也可以說完 年底我應該會出一張黑膠唱片 其實也會有另一個產品 就是我的演唱會的Blu-ray 之前在年底做了一個演唱會 我發現原來出一個Blu-ray 真的有很多東西需要做 真的有很多東西需要調整 希望盡善盡美可以給大家 其實我很喜歡當那次的演出 整件事的音樂flow 或者是現場觀眾給我的能力 我都很喜歡 所以大家多多留意 會不會說有好消息 接下來又會再開演唱會呢 都會來的 但是就變成了一個年尾 就非常之忙 有很多新的搞作 年尾就留一點時間給我了